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个礼拜一过后呢 封面就会逐渐的远离 就会逐渐恢复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目前呢 北方就有一波封面云系逐渐的接近台湾 不过呢 也可以从图上面看到 这波封面云系其实它的结构并没有非常的好 所以虽然说呢 它会通过台湾来 但是呢 带来的水汽跟这个降雨量呢 不会非常的多 不过呢 却会为各地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大气条件 所以刚才会说 中午过后呢 午后阵雨的范围跟规模会变得比这几天来的再大一点点 所以可以看到呢 接下来封面云系就会在周末假期 逐渐通过台湾 各地的水汽都会明显的增多 除了呢 这个局部地区有一些短暂阵雨之外 中午过后也要注意了 午后阵雨的情况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呢 礼拜六 礼拜天这两天呢 其实各地都有下起一些阵雨的机会 特别是呢 中午过后会从山区呢 发展出来一些午后热对流 并且逐渐地往平地扩散 所以提醒大家呢 中午之后的雨势呢 会来得比较又快又急又大 提醒大家安排活动 建议你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了 那么呢 不稳定的天气持续到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呢 天气状况就会逐渐地回稳 到了下个礼拜二呢 就会回到一个比较稳定晴朗的好天气 好 所以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因为呢 这个封面云气在礼拜天通过之后 会有一点点稳弱北风南下 所以预计呢 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北部地区感觉会稍微的凉一点点 高温大概来到了312度 而低温呢 来到25度到26度左右 会感觉比较凉一些 不过下个星期呢 天气逐渐好转之后 高温又会回到大概34 35度左右的高温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 接下来这几天也大概都维持 32度左右的高温 低温维持27度到28度左右 感觉会比较潮湿闷热一些 好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大致上来说都是好天气 但是呢 在明天白天 封面云气逐渐的通过之后 各地呢 其实偶尔会有一些短程阵雨 中午过后呢 午后阵雨的范围跟规模 也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提醒大家哦 中播假期天气中行不稳定 出门务必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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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长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偏成潭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